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好 今天台北股市 當然大家最眾所矚目的一檔股票 就是台積電 公布出來10月份的營收 攪出令人驚艷的成績單 達到2432億的歷史新高 很多人這時候開始問了 台積電今天股價 在營收創歷史新高之下 盤中最高來到580 收盤大漲了14塊 是不是代表股價已經轉強了嗎 如果轉強了有沒有目標價 這一波會漲到哪裡去呢 這個部分很多人都很關心 以及今天大盤指數 漲了156點上來了 紅包行情繼續發動 很多人在問 那還有沒有什麼股票 能夠像我們上個月推薦的原料這樣子 又兼具成長 又兼具有存股的價值的好股票 可以在接下來 可以來做留意 年底前有機會賺紅包 這個部分 好 我們待會會跟大家 再來做詳盡說明 不過今天節目一開始 要再來恭喜一下 我們全國的當衝會員朋友們 今天我們繼續用 穩扎穩打的快打當衝 再幫會員朋友 趁著這一波年底要賺紅包 今天又領了一個 非常不錯的紅包了 鎖定的標的呢 就跟這地方半導體相關的 2449的晶圓電 消息面在第二季以來 收穫於AI的需求帶動之下 營收是逐漸在走高 第四季以及明年營運也都不堪淡 不過這不是重點 因為我們做的是當衝 觀察的重點在技術面 籌碼面的部分 而當今天技術面 早盤股價震盪走高 一度有出量下殺的狀況 殺下來上檔還有大筆的尾賣 但掛在那裡 吸引散戶 再做一個賣出 再做一個洗 但是如果你學過 憲榮老師的技術分析 你會知道這個背後 很有可能是在做一個洗盤 兼幼空 來看一下 這是今天的一個晶圓電 如果說把後面的部分遮起來 早盤衝上去 一度反手下殺 上檔還掛了大筆的尾賣單的時候 這時候很多人都覺得 會不會在地方開高走低 就趕快股票賣一賣了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學過 憲榮老師的技術分析 你會觀察到接下來股價 低位破低 降回均價 均價再度上揚 這時候有大戶洗盤之後 準備再度進貨了 技術指標這邊 這是憲榮老師自己設計的 擺戰指標 也低檔交叉向上 出現我們說的轉強訊號了 所以這個時候的一個晶圓電 早盤下殺 這時候會開高走低嗎 很多人在賣股票的時候 我們反而建議會員票 採取短多 短多指的就是 當充先買後賣的策略 來看到這是今天早盤 9點33分發出的指令 快打當充標的 注意今天是短多2449的晶圓電 短線技術面轉強訊號出現 我們定價85.5以下 最低到85.1之間都可以 先做買進的動作 停損定下來在84元 目標今天在89.5元 勤務以市價追高殺低 因為我們操作 你看到每一通指令 做什麼股票代號多少 要買要賣 重點價位都定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對不對 9點33分發出的指令 來看到到了9點40分 股價還在拉回 最低到多少85.3 那麼今天掛85.5以下 最低到85.3 平均買在85.4的價位 買完之後 接下來股價就開始這樣 震盪走高上去 10點半的時候 最高衝到了87.4的價位 那麼今天也不貪心 建議會員朋友 早盤均價 買在85.4附近的晶圓電 市價這時候 在87.2附近來做賣出 指令發出10點25分 最高後來還有到87.4 所以這賣單也是不是都能成交 沒問題 所以今天這樣子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85.4買 87.2賣出 多少 1塊8的價差 假設百萬額度 今天會員朋友用100萬 做了12張 12張下來一張1800 今天又可以進賬多少 2100左右 過年前我們努力 要幫大家多賺一些紅包 今天跟著我們操作 金圓電的12張 這地方85.4買 87.2賣出 加起來又是2萬多的紅包 而且穩穩的放在口袋裡來 繼續的要幫投資朋友 幫我們的會員朋友 再過年前多領幾個紅包 當然講到這裡 如果剛看憲榮老師節目的 總是會懷疑 你們投顧老師都買用騙的 你們投顧老師都買是 每天爆了一大堆股票 對不對 有賺錢的拿出來講 賠錢的都不說 你們投顧老師 會把會員分成N組 每一組會員都不一樣 老師在電視上表演 大獲全勝 金圓電 其實可能參加的 都不是那一支舞 都不是那一檔股票 你可能加入過 這樣的投顧老師 所以覺得 每個投顧老師 都是這樣用騙的 但是憲榮老師要再三強調 雖然我不可能保證你 天天都這樣賺錢 但是我成立極品操盤團隊 就是希望在市場上 立下標竿 讓大家知道什麼叫做專業用心 重點是有誠信的操盤服務 所以什麼叫做誠信 可以爆了一大堆股票 有賺錢的拿出來講 賠錢的就藏起來不說嗎 當然不行 可以說把會員分成N組 每一組股票都不一樣 電視上表演的 跟實際參加的都不一樣嗎 當然也不行 所以憲榮老師不能保證 你天天這樣大賺 但是我可以給你別人沒有的四大保證 我也歡迎其他同業投顧老師 來比較辦理 那四大保證呢 第一個跟著我們做當衝 當天待進一定當天待出 這是最基本要求 不會說有賺錢叫你衝掉 看錯叫你改波段 其實叫你凹單 叫你流倉 沒有當衝股一定就是當天進當天出 第二個保證 每天最多只會有兩檔當衝股 像今天也只有唯一一檔 2449晶圓店 沒有更多了 一千多檔兩千檔 就找最有保護的一檔 頂多兩檔操作 不會給你一堆股票 叫你射飛鏢 也不會帶你殺進殺出幾十趟 更不會爆了一大堆股票之後 只拿賺錢的出來講 賠錢都不說 因為我每天都誠實報告 每一檔操作 第三個每個會員收到當衝股 都是相同股票 所以今天所有會員朋友 跟著做當衝 通通都是2449晶圓店 沒有其他個股了 第四個最重要 如果節目當中秀的當衝股 跟會員收到不一樣 老師騙人 今天有會員朋友 如果說收到不是2449晶圓店 一早建立大家先買 老師騙人 當場就是怎樣 賠償100萬 而且永遠退出股市 為什麼 就是要這樣給大家百分之百的 人格誠信保證給你 憲榮老師就是要給大家知道 什麼叫做專業用心 重點是有誠信的操盤服務 所以我們會繼續這樣堅持 今天我們就是這樣 唯一推薦2449的晶圓店 先買後賣 持續在掌握賺錢機會之中 就是這樣最高標準要求自己之下 這個月11月份 我們目前七次出手 每筆都誠實報告過 11月2號操作國具也是 大戶進貨轉牆訊號出來 短多先買 那一天賺的不多 三塊加差兩張小賺幾千塊 11月3號操作低軌衛星的起機 大戶進貨轉牆訊號出現下 短多先買 那一天買在136.5 拉高139以上賣出 兩塊半加差 八張也是進賬兩萬元 11月6號操作齊鴻 大戶洗完盤再度進貨 轉牆訊號出現 短多先買 那一天跟左白在306.5以下 拉高這個地方 這個311以上賣出 4塊半以上加差 4張又加薪1萬8了 那再來11月8號操作合一 11月9號操作這個印太 都是在成本附近打平坐收收回資金 我們也誠實報告過 那再來11月10號上禮拜 上禮拜五再度操作支援 那一天是採取先賣後買 那一天大盤拉回整理 我們這地方轉弱訊號出現下 短空支援 賣在334.5 打下來329.5買回 5塊以上價差 3張1萬5入袋 那今天操作的是晶圓店 成功的又賺回1塊8價差 百萬額度做12張 今天又有2萬億可以入大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月 我們7次出手 創下了5勝2合 我每一筆都誠實報告 總共7年不敗的成績 持續在穩扎穩打 努力在幫投資方法 掌握賺錢機會之中 那累計下半年目前這地方 這個月創下5勝2合 7年不敗之後 累計報酬率在盈虧相抵 當然有賺一定有賠勞 賺的扣掉賠的 這才叫真實的 對不對 賺的扣掉賠的時候 累計報酬率 目前已經來到57%以上 也就是假設你每一檔 如果都用百萬額度 跟著我操作 下半年到目前為止 幫自己加薪個5 60萬 不是不可能夢想 我們在繼續努力之中 繼續努力 要趁著過年之前 年底之前 幫大家再多領幾個紅包 想跟上我們腳步的投資朋友 想跟著我們一起掌握賺錢機會的 都歡迎大家在接下來 跟好我們的腳步 好 回來來談到剛才所說的台積電 營收10月份創下2432億的歷史新高 重點是股價今天漲了14塊 代表它真的轉強了嗎 如果轉強會漲到哪裡去呢 這個部分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上個月10月19號的法說 那時候跟大家提到有5大重點 那裡面提到台積電自己預估 第四節的營收應該在188到196億美金 會比去年同期減少1.7到5.7% 代表說當時還是估計 營收還是在下滑趨勢之中 公司也跟大家講 雖然已經接近谷底 但是沒有看到爆發性復甦的跡象 這是10月19號法說會當時所講的 所以我們當時研判台積電的股價 應該在這地方還會繼續來回震盪 上衝下襲 那什麼時候轉強呢 就觀察月營收的年增率 什麼時候開始恢復到正成長 營收恢復正長檔 色彩代表說長期的景氣 恢復到成長動能開始向上了 那當然這一次10月份營收 結果公佈出來 達到2430億 創下的歷史新高 不用說這個地方年增率轉正 比去年同期成長了15% 你會發現到 這是在台積電 自己都沒有估計說 營收會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爆發出這種成績 所以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的確這一次的營收公佈 是比預估到強勢許多 那我們之前剛才提到過 台積電什麼時候會正式轉強 就觀察它的月營收年增率 什麼時候會負正成長 上一次營收從衰退 這個衰退的一個階段 恢復到正成長之後 股價是從200多塊 一股作氣怎樣 後來震盪整理一路的走高 甚至漲到679 漲到688 所以你看營收恢復正成長 台積電股價走多的時候 這時候就是一個多頭的訊號 那現在營收也再度恢復到正成長 年增率高達15%的 所以我們之前所說的轉強訊號 的確現在有開始出現 當然未來還是要觀察 只要它不是曇花一現 未來營收還是持續正成長 那股價就恢復到多頭格局 那多頭格局當然不是說 一股作氣就要噴上去 也是會漲多拉回 震盪走高 但是高點漲到哪裡 我們就不用去預設立場 所以你要問我目標 我只跟他講 只要他的營收能夠恢復正成長 會漲到哪裡 你不用畫地自限 甚至台積電都說 現在營運還沒有爆發性的成長 還爆發性的復蘇 營收就在創新高了 如果哪一天 真的讓它爆發性的復蘇 股價會不會這地方 200多塊 你說那時候會漲到600塊 大概沒人相信 現在500多會噴到哪裡去 也很難講 對不對 所以我只能說 只要台積電的營收 恢復正成長 那這地方就有機會 股價走向多頭 當然也就帶到大盤指數的部分 有機會持續走高上去 這個是我們在未來持續觀察 所以大盤指數的部分 還記得端午節前漲到17346高點 都提醒過大家 小心外資開始翻空 端午節到中秋 就可能拉回中期整理 那時候也的確看到了 外資開始翻空 都有建立我們大資金 做波段的特別會員 七八月請多留一點現金 等到跌下來 等到轉強訊號 再來建立持股部位 對不對 後來大盤真的最高來到17463之後 回檔了1500點 前兩個禮拜 最低還殺到15975 結果現在股價漲上來 那又來挑戰季線 我們上個禮拜再次跟大家強調 那時候美股再跌台股也拉回 但是我說過這次不一樣 對不對 前兩次大盤挑戰季線 過了季線都是散戶搶進 爆大量之後 變成我們說的假突破 再度下殺 那散戶連續被騙兩次 追在高點破底殺出 追在高點破底殺出 再次再漲回季線 散戶都不敢搶了 成交量穩住在2700億上下 包括今天台積電大漲 指數開高 你說今天指數收一個上影線 對不對 看起來不漂亮 可是其實這是對台股比較有利的 因為最怕的是什麼 台股在上漲的過程 哪一天開高衝高上去 爆出所謂的這個異常巨量 3500 4000億的大量 那就代表散戶忍不住了 又跳進去衝 又跳進去搶 要跳進去買 那個行情就總會怎樣 盛極而衰 可是今天開高拉上去 下半場又回來 這代表什麼 代表大家還是怕怕的 代表撐這個指數 留一個上影線 大家覺得很可怕 不敢進場 這樣子這個行情才有機會 在外資指數持續翻多之下 拉回 當然突破性高都有可能拉回 今天留一個上限 短線漲了1000點 也該拉回一下 但是這次拉回收穩季限之後 我都認為這個行情 有機會在年底之前 發動我們所說的紅包行情 這個看法都沒有改變 當然也再三提醒 紅包行情有機會發動 不是代表所有股票都會漲 買錯報錯一樣會賺指數賠價差 所以如果是景氣趨勢向下 業績不如預期的公司 反彈都還是要找賣點 那種純粹靠題材炒作 大戶已經割完韭菜的股票 包括今年已經炒過一大波的 很多的AI概念股 軍工概念股 重電股 甚至觀光股 這個時候拉高上來 反彈是個地方是要找賣點的 當然你進場 請都牽涉好停損 萬一不對小賠趕快跑 不要讓大賠發生 這都是我操作的時候提醒大家 那相對的 如果你大資金要做波段 想要掌握波段行情 記得我們做波段 一定是找有爆發力的產業 而且不是只有題材 業績衰退那不行 我們找業績真正成長的好公司 並且不要當股價漲翻天去追高 當低檔有大戶進貨 轉強訊號出現的時候 領先市場買在低檔 這樣的股票你買的安心 抱著放心 最後創新高上去的時候 就有機會怎樣 賺得開心了 就像我們上半年年初 看好了成人電網計畫的壓力 也是發現了營收創歷史新高 啟動成長動能 訂單滿手之下 這地方法人都在進場卡位 我們也建議會員票 那時候在33.5以下 買進波段持有 對不對 後來股價漲到60幾塊 創了歷史新高 你看到你找到業績創新高 大戶也在進貨 而領先市場買在低檔 等創新高上去的時候 不就能夠買的安心 抱著放心 賺的開心了嗎 包括上個月10月份 憲榮老師唯一推薦給大資金 波段會員的是誰 車用加上航台新黑馬的原相 IC設計股的原相 也是發現連續三個月 營收年增率超過兩位數成長 業績重啟成長動能 過去三年平均股息7.8 殖利率超過6% 兼具存股價值之下 買進波段持有 後來股價這地方 上個禮拜公佈了10月營收 又繼續的大幅度成長 盤中亮燈漲停 現在創下波段新高 今年的新高143塊半 對不對 當然不是叫你去追原相 我們只是在證明給大家看 當你能夠找到業績有爆發性成長 的一個潛力的公司 業績這個產業趨勢向上 業績持續成長的好公司 低檔佈局 真的等它創新高上去 就是一個波段獲利的機會了 那接下來我們也發現了一檔 同樣IC設計的新黑馬 在手機跟PC的客戶 庫存已經調整告一個段落之後 接下來看到折疊手機 再增加它的產品用量 Emolead的滲透率也在持續提升 帶動第四季營收持續向上 再加上車用的這個地方 整合型晶片 現在長期穩定成長之中 單月營收已經連續四個月 年則率都超過了20%以上 業績重啟成長動能 過去三年平均股息 更高達30元以上 殖利率高達8到10% 這種股票你看 兼具業績成長 又有這地方存股的價值的股票 現在股價也形成頭肩底的一個突破景線 指標開始轉強 法人正在這裡積極卡位 像這樣的股票 未來有機會創新高 我希望你不要等到未來自己去追高 想要賺波段 想掌握像原相 甚至亞利這樣波段的潛力股 記得跟我們一起領先市場賣在低檔 那對於這地方大資金 記得要鎖定真正大戶進入業績成長的股票 來迎接年底的紅包行情 當然小資族仍然建立大家 你如果擔心這個想要降低風險 又想要穩扎穩打掌握賺錢機會 跟著我們採取盤中滿手賺了就走 盤後空手高枕無憂的快打當中 依舊是你最佳的選擇 我們用當天進出幫你嚴控風險 重點是有機率的短線操作 要幫你達成的是長期穩定的績效 每天按照SOP觀察盤式決定多空 找到符合條件個股 確認轉折果斷出手 遵守機率理性操作 對不對 今天大盤攻擊力量再度出現 鎖定2449的晶圓店 在搭戶洗完盤準備再度進貨 轉牆訊號出來之下 短多先買 一早跟著買在85.4附近 拉高上去87.2賣出 最高到87.4 對不對 一塊八價差 十二張百萬額度操作 今天又有機會 進賬兩萬一 又兩萬多的紅包賺起來了 不只今天賺 這個月國巨 起雞 起紅 智原 智原是先賣後買 到今天晶圓店 這個月我們總共七次出手 總共是五勝二合 七連不敗的成績 繼續穩紮穩打 利用賺錢的這個正確的方法 要把複雜的事變簡單 簡單變重複 重複則做得更好 用正確的方法 幫大家一檔一檔賺下去 上半年下半年 目前累積報酬 都超過了五成以上之後 如果投資胖 想要繼續跟我們一起 過年之前多零幾個紅包 不管是當衝 不管是波段 這一次的超狂購物節 只要三三折 今天給大家最後一天 盡情把握最後良機 廣告休息時間 就來跟我們做聯絡 休息下第二階段 馬上再回來 再回來 - 周圍 - 周圍 - 周圍 运达投顾 极品操盘团队 由河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下级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嘎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台北股市站稳季线之后 目前持续如我们所说的 再涨一波发动了年底红包行情 但是未来操作仍然提醒大家 记得步步为营 除了这地方要提防外资 会不会继续绕跑 又突然绕跑 但是目前来看外资已经有持续归对的现象了 但是最重要还是要去注意类股的结构 买错报错 一样会赚指数赔价差 所以对大资金的 我们只会带大家锁定 低档有大户进货 而且业绩持续有成长动能的好股票 逢低布局 准备再赚一波红包行情 而如果小资族 想要用最小风险掌握赚钱机会 最好的操作策略 仍然是跟着我们采取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 高枕无忧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依旧是您尤其小资族最佳的操作策略跟选择 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内容是这样 每天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 给你做操作建议 清楚地告诉你该先买先卖 清楚地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在简讯通知 无论如何当天待进 一定当天待出 就是这样操作方式 你看今天唯一推荐一档2449金元店 当大户这地方洗完盘 准备再度进货 一早通知会员配料 85.5以下到85.1之间都可以先做买进 那指令发出最低后来来到85.3 平均我们买在85.4 一波拉高上去 我们87.2以上通知大家卖出 最高后来来到87.4 对不对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今天1块8价差 今天做个12张100万左右 又是2万1的红包赚起来了 不止今天赚 这个月国具这地方 3块价差 2张小赚几千 起机2块半价差 8张也是2万 起宏4块半价差 4张1万8 智原先卖后满 一样赚钱 今天金元店 这个月7次出手 五胜二合7年不败 继续文扎文打 用当天进出严控风险 有机率短线操作 达成长期稳定绩效之中 下半年累计报酬率 已经超过57%了 我们继续努力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记得现在全面三三折的 超狂购物节优惠 最后一天 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